Hello 我是造型刺激師 Ben Chan 今天我和大家解架一些 新娘子經常都會問的問題 很多準新聞都會問我 什麼妝適合我 我售什麼髮型好看 又或者我穿哪件封衫 會影得我瘦一點 又或者我戴珍珠好 還是戴鑽石好 又問我穿什麼鞋 會襯到這件衣服 其實這種妝的問題 我建議它 其實它不是單單找化妝師 又或者你的化妝師 其實它要找一個造型師 有些女生會問我 究竟化妝師、化妝師和造型師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一個造型師 是不單幫你化一個漂亮的妝 設一個漂亮的化妝 其實是幫你整體形象設計 其實是包庫了 幫你選一件適合你的分衫 又或者晚妝 另外你戴珍珠耳環好 另外戴鑽石頸也好 其實都可以問她 其實講求的 不單只是化妝又或者化妝的技術 講一個造型師 是可以幫新娘子 帶出他獨有的氣質 設計一個他專屬的形象 為什麼造型師這麼值錢呢 因為如果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造型師 你把所有扮演的東西都交給他 自己無後顧之憂 盡情地享受當日婚禮的過程 其實這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近這幾年很多新娘子都會問我 是不是一定要用縮米鉗的 其他的藝人我就不知道 但我本人絕對不會用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女生去到salon 做Head treatment的時間 其實都是想頭髮變得柔順 有光澤 夠順滑 那為什麼偏偏在大日子的人 會選用這個縮米鉗呢 那如果你用過縮米鉗 你也知道了 用完縮米鉗之後 頭髮是沒有光澤 然後又很鹹 那給別人的感覺 是一點都不經貴的 那新娘子都會很擔心 問我 那不用縮米鉗 那頭髮會不會好塌 那不用擔心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不一定要用縮米鉗的 好了 那說了這麼久的新娘子 其實我想新郎哥都很心急 想問我們問題 那新郎哥呢 又需不需要化妝 又需不需要修眉呢 其實新郎哥呢 都是主角之一 那所以修眉又沒有 又或者發炎都沒有 其實都需要去處理一下 那另外呢 很多新郎哥都要再買一個問題 哎呀 化了妝會不會好涼 又或者好過壓的 那其實新郎哥 你們又不用擔心的 那如果你找到一個好的化妝師呢 他最主要是幫你呢 皮膚化到有好的氣色 那另外那個眉型呢 可以幫你修到 會令到你望來很Smart 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關接觸版型 心得和資訊 就記得留言下我的 Youtube Channel Web site 和Vertage 或是要的 誇張 如果我找到 那時候 我找到 你的音樂 會否定 你信任嗎 我 對